大家好,我们UP直播好康啪啪手的观众朋友 跟阴影虚猫观朋友,大家好 这个汤里县目前的位置呢,就是在阿里山 大家知道吗,在2024年呢 我们都发现到呢,我们呢,这个国旅可以说是大量的衰退 那很严重的就是在我们的墾丁 那你们知道吗,阿里山也是很严重的衰退 其实的话,阿里山的风景相当的美 我们现在画面来看看呢 这个在阿里山呢,以去年2023年呢 跟今年2024年呢,相比哦 记得汤里县手头上有一些数据 在呢,2023年5月份呢 它的参访人数呢,大概60万 但是今年只有到50万 6月份呢,参访人数呢,是72万 但是今年呢,只有64万 上个月7月份呢 去年参访人数是84万 但是今年只有68万 这个是呢,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 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园呢,实际参访的人数哦 那说真的,看到这个数据哦 让我们呢,觉得呢,真的是很担忧哦 其实阿里山呢,还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哦 他来看一下呢,记得 我们是在这里,我们是 Tony Chen 正前方这个阿里山邮局哦 这个邮局呢,也相当的有艺术哦 也非常的这个美丽哦 那到底为什么呢,我们国旅呢,会这样子的衰退哦 如何大家全民一起努力,来呢,这个救我们的国旅呢 我在呢,阿里山邮局的前面哦,刚好有访问到呢 一位这个,观光客,您好,先生您好 您好,观众大家好 您好,您好,你们是全家人一起来旅游吗? 对啊,对啊,就是一家四口来阿里山走走这样子哦 哦,那等于是夫妻还有两位小孩 对对对对对 那请问一下,您知道我们今年2024年国旅哦 到处都在衰退,这个新闻你知道吗? 应该说新闻我是没注意到啦 可是其实实际上在走哦 像之前有来过阿里山跟现在来到阿里山 相较之下,感觉就是人潮这个部分是有减少的 哦,可以感受到,感受到减少 是,那其实大家都会感觉到呢 我们国旅的这个预算哦 其实跟在国外啊,像现在新兴的像越南啊 这种旅游啊,其实我们的国旅真的不算便宜 那你们就您的实际经验哦,或是你听到的哦 像你来阿里山这边的话呢 大部分你们来旅游最多的话会在哪一方面呢? 我相信哦,大家应该是在住宿方面 住宿方面就对哦 因为住宿方面真的现在大家在讲 这是一个国旅一个蛮严重的问题 哦,对 那如果说呢,以阿里山来讲 您听过的大概在住宿大概费用有多高? 像我昨天刚好在那个车站前面有遇到 他们也是一个家庭的 他就有提到 今天非假日哦 他有住那个 在阿里山某一个 算还蛮有名的庭馆 哦,他说他们四个人 一个晚上要一万几千多 四个人一个人要一万几千多 哦,全部 一晚四个人房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非假日哦 非假日哦 对对对对对 一般我们知道在国旅哦 就是礼拜六晚上是特别特别的高 对 太惊人了 对对对,而且他的话就会 相对之下 你看如果是假日就可怕 你一般的小家庭 你可能来住一个晚上 你搞不好就是半个一夜的薪水 是 那请问您哦 就您本身是从事宿方面的工作 我们算服务业 服务业就对 那您觉得这样子一家四口 就一两天一夜来阿里山哦 你觉得在你们一般的民众这样子预算 多少以内你觉得是合理的 我觉得吃的部分因为看个人嘛 每个人吃好吃坏不一样 是 可是如果住宿的部分的话 如果说一家四口如果可以在 大概在两千五到三千 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这个价位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相对比较合理 是是 那这个是关于我们这个住宿了 那阿里山你本身 带家人来过大概多少次了 可能 应该五六次搞不好 也是常带家人来阿里山哦 阿里山西宁的地方在哪里 会常来 阿里山有几个还蛮有名的嘛 第一个大家讲的是日出嘛 日出 然后神木嘛 神木 小火车嘛 小火车 还有它的云海吗 云海 对啊 櫻花 对对对对对 这方面其实都还不错 而且在我们像平常在城市工作啊 你很少会看到这些大自然的景色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 如果住宿方面再便宜一些 我觉得应该会再吸引更多的人来到阿里山工作 这样子 毕竟还不错的地方 是 谢谢您 谢谢林贵姓 新陈 谢谢陈先生 谢谢 所以我们呢 所有的观众朋友 刚才听到呢 陈先生呢 也非常的 这个诚恳的 告诉我们呢 国旅了 在我们2024年呢 这样明显衰退的一个原因 希望这则新闻呢 唤起我们大家呢 一起来努力好不好 我们呢 也对阿里山呢 这样子 美丽的风景区呢 非常的有信心 带给大家做参考 记得汤立茜呢 在阿里山为你做的采访报导 好 我们英语学文报 好看啪啪丑节目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